斗尊是斗区大陆排名第三的境界 一旦能够达到斗尊 就意味着拥有了在中州开宗立派的资格 比如一殿 一塔 二宗 三谷 四方阁 这些超级势力 明面上的掌权者都是斗尊级别 因此只要实力达到斗尊 就等于在斗区大陆站稳了脚跟 那么你知道萧炎的七位红炎 是如何晋级斗尊的吗 第一位 雅飞 雅飞作为出场时间仅次于古薰儿的女主 在萧炎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虽然薰儿陪伴了萧炎三年的低谷期 可是当药老出现后 萧炎心中就多出了一个 不能对他人言说的秘密 而常年行走于商业场上的雅飞 却能一眼洞穿萧炎的内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都充当着萧炎的聆听者 是萧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知己 二人分别之后 都以为此生再难相遇 没想到萧炎去往帝都之时 与雅飞再续前缘 两人的关系也快速升温 直到三年之渊结束 萧家遭受到了秘俗危机 使雅飞不顾生命危险 带领影卫保护萧炎离开 同时也暗中保护萧家三年时间 这份恩情随着时间的推移 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感情 等到萧炎晋级斗地之后 米特尔家族已经成为 斗气大陆最强大的拍卖场 雅飞也在阎蒙的帮助下 晋级为斗皇 以阎蒙单堂的实力 也就止步于此了 但是就在雅飞主持拍卖会的时候 萧炎凭空出现 将雅飞带回乌坦城 消假生活 有了萧炎的帮助 雅飞的修行之路自然会顺畅许多 只要能后突破到斗宗 萧炎就能帮助雅飞快速提升修为 突破斗尊境界 第二位 云运 云运作为萧炎的初点 弥补了萧炎懵懂时期对爱情空缺 但是二人的感情却因为云山 划上了一个大大的梦号 虽然大结局之时 萧炎邀请云运回归加玛帝国 但终归是无名无分 云运的修行天赋即将 他与美都沙女王 古勋儿等人不同 自身并没有特殊的体质与血脉 与海波东等人一样 完全是凭借自身天赋修行的 斗皇级别 去往中州之后 云运的修行天赋再次体现 只用了一年时间 就从斗皇巅峰突破到斗宗级别 要知道 主角团的其他成员 为了突破斗宗 都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 正因如此 云运才被华宗破格 说为门内长老 并且可以独自居住在后山之上 在这后山之中 其实还生活着一位 身份极为尊贵的老婆婆 因为年轻之时被情所伤 在上一次与天明宗大战之后 这位花婆婆便不愿治疗伤事 选择孤独中了 花婆婆暗中观察云运许久 看到这女子时常在修炼时候走神 就明白了一切 看到又是一个痴情女子 花婆婆心理的情伤再难掩饰 怒骂云运与纳兰奕然 让他们二人滚出山谷 最终相处久了 花婆婆逐渐明白了 这一切并非是云运能够左右 只能感叹其命运不好 因为欣赏云运的人品 在大限来临之前 花婆婆将毕生痘气 全部传送给云运 这些痘气可以帮助后者 在十年内晋级八星痘尊 并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短短三个月时间 云运就连跳五颗星 达到了一星痘尊级别 第三位 清林 清林是人族和蛇人族的混血儿 这种孩子一般寿命极短 只有十多岁的时候 生命就会走到尽头 但是清林是一个例外 不受这种设定的限制 但也因为尴尬的身份 从小就被两个族群排斥 古人言 天降大人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体肤 因此这样的出身 就注定了清林 未来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只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送他三颗痣的贵人 果不其然 当硝烟出现之后 清林的人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此硝烟即将被双头蛇攻击之时 清林的瞳孔之内 出现了三颗碧绿色的勾玉 随后彻底激活 斗气大陆第一桶树 碧蛇三花童 也是因为这眼睛 清林被天舍府带回去做圣女 再次出场的时候 还与萧炎大打出手 当时清林刚刚从天舍府逃出来 想要寻找萧炎 却被九幽地名莽足的 斗尊长者发现 碧蛇三花童是一切 蛇类魔兽的克星 因此对方势必要将清林驻杀 最终这位斗尊被清林关进了 碧蛇三花童自带的虚属空间之中 不断吞噬他们的斗戏 等萧炎将清林身上的蛇毒清除之后 他的修为就无法一直的暴涨 很快就从斗宗巅峰 突破到一星斗尊层次 第四位 小一仙 小一仙与清林一样都是命运的宠儿 但是小一仙的人生明显要更加凄惨一些 他的恶难毒体是一种注定会在 斗宗时期陨落的特殊体质 而且一旦激活 恶难毒体就如同上瘾一般 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服用毒药 不然恶难毒体就会出现不稳 直接爆发 如果没有消炎 小一仙在斗宗之时就相消欲损了 而且还会被当作恶难毒体的反面教材 打上灾性的标签 可以说在遇到消炎之前 小一仙的人生全都是灰暗的 消炎就如同一轮明月 驱散了小一仙内心的黑暗 直到菩提化体炎也得到以后 消炎的身影从明月进化为耀日 照亮了小一仙前行的路 因此小一仙从此以后都一直跟在消炎身边 众人去往中州之后 从洛神剑内发现了寻找已久的七蝎 天蝎毒龙兽 而且这毒龙兽还准备将小一仙 抢回去给自己做压寨夫人 最终被消炎用冰河尊者的冰尊剑 冻成冰雕 取走了磨合 控制恶难毒体的三种材料全部集齐 小一仙成功凝聚出毒丹 修为也在此刻暴涨 直接从七星斗尊飙升到了三星斗尊级别 前几天还把小一仙掉起来打的冰河谷大长老 这一秒人直接傻了 第五位 紫炎 斗尊是什么 紫炎表示知不到 因为紫炎根本没有经历过斗尊境界 是直接从斗宗跳跃到四星斗盛级别 这就是龙皇体制的可怕之处 对于超级魔兽而言 本身修行起来就事半功倍 很多境界避障对超级魔兽来说 都是形同虚设 比如紫炎刚开始是太虚古龙皇族血统 这种魔兽血脉的终点是斗地 同样是魔兽的美都沙女王 刚开始血脉终点是斗黄巅峰 所以就只能通过进化 成为更高血统的七彩吞天榜 才能突破到斗宗级别 紫炎一开始的终点就是斗地 能提供足够的能量 修行起来是非常快的 坦旭古龙一族因为老龙皇失踪 整个族群被分为四个板块 东龙岛是曾经老龙皇忠实的部下 以皇族血统为尊 发现紫炎之后立刻将他带回东龙岛 并且让紫炎跟着香炎拿到 斗圣一记中的龙皇本源果 东龙岛的长老将大量珍藏拿出来 给紫炎吞噬 再将龙皇本源果给紫炎吞噬 如此庞大的能量 直接将紫炎给晶体化 小炎出手练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 才终于将这晶体练化 紫炎的血脉也在这一刻 进化为远古龙皇 修为一瞬间从斗宗 突破到四星斗圣级别 小炎当场被吓晕了 第六位 美杜莎女王 小炎在离开炎盟的时候 美杜莎女王已经是五星斗宗级别了 距离斗尊其实只差五颗星 对于七彩吞天网血脉来说 五颗星那就不叫事 本身修行速度就比其他人快好几倍 并且炎盟越来越强大 无数资源都是被美杜莎女王使用 骨盒更是耗费大量心思 炼制高阶丹药 给美杜莎女王提供能量 因此在硝炎回归西北大陆的时候 彩林已经是六星斗尊级别了 第七位 古薰儿 薰儿突破斗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自从与硝炎分别之后 薰儿就无时无刻在古族闭关修炼 很快就达到了斗皇巅峰层次 斗宗是斗西大陆两大门槛之一 但是古族也早有准备 解开了金帝焚天盐的封印 因为薰儿从小就用斗器 瘟养金帝焚天盐 因此吞食过程非常顺利 一举突破到斗宗级别 斗宗到斗尊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的修炼过程 无论是清零还是小一仙 都毫无阻碍地突破 包括硝炎与封尊者 也都是因为一枚七品担药的辅助 就顺利突破 难度比起突破斗宗 差了太多太多 所以对于薰儿这种远古家族的大小姐来说 突破斗宗就更容易了 好了 关于七位女主如何突破斗宗的内容 到这里就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本期内容点赞破100 本月第三周必加更一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